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焦点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价值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 这项法案包括对乌克兰、以色列及台湾的援助 并且包含了多项措施 例如没收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用于支持乌克兰 以及强制TikTok一年内包离字节跳动 否则不得再美营运 接着,我们看到了日本爱子公主首度参加春季游园会的消息 她身穿淡粉红色套装成为全场焦点 最后,我们关注道纸厂科技的潜在弊端 科技带来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员工的工作和家庭满意度下降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重大的对外援助法案 这举措不仅体现了美国对全球战略合作伙伴的支持 而且也展示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决心 据经济日报报道 这项价值950亿美元的法案 旨在提供援助给乌克兰、以色列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以加强他们的安全和发展 法案以79票赞成 对18票反对的结果顺利通过 显示了美国两党在对外援助问题上的广泛共识 其中乌克兰将获得608亿美元援助 用于抵御外部侵害 而以色列和台湾也将分别获得263亿美元和81亿美元的支持 此外 法案还包含了对俄罗斯资产的没收 以及要求TikTok在一年内玻璃奇姆公司字节跳动 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运营 总统拜登对参议院通过该法案表示赞扬 强调这是一项重要的立法 将使美国和全球变得更加安全 他特别提到 这显示了美国对抵抗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哈马斯侵害的盟友的支持 与此同时 日本也在积极应对所谓的台湾有失 据经济日报报道 日本政府决定 将冲绳等地的16个机场和港口 指定为特定使用机场港口 以应对中国的海洋活动和台湾局势的紧张 这一举措引起了中国国台办的强烈反应 指责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 应深刻反省并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在台海局势方面 最近发生了两岸军舰在澎湖附近的相遇事件 进一步加剧了两岸的紧张关系 据乔报报道 台海军成功级巡防舰张迁舰 与解放军052地驱逐舰 李水舰发生了对峙 解放军军舰通过电台频道警告台军舰 注意其为止 这一事件反映了台海地区 紧张局势的持续升温 并引发了外界对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的关注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 我们看到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以及各国在维护资深利益和地区安全时的策略和行动 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案 日本对台湾有失的应对措施 以及两岸军舰的对峙 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重要的一幕 展示了国家间的合作与对抗 以及在全球化时代下 国际安全与合作的挑战和规御 在一个世界充满变换和挑战的时代 从东方到西方 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领域中上演 展现出人类社会多样化的面貌 《东方日报》报道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国际事件 俄罗斯维和部队撤出争议地区 纳格尔诺、卡拉巴赫 随后进入亚美尼亚南部 这一行动不仅标志着 该地区紧张局势的一个转折点 也凸显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的会晤 更是为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增添了一份期待 而在中国 又有一则截然不同的新闻 吸引了公众的目光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员党组书记 主任董云虎 因涉嫌受贿被提起公诉 这一事件成为中国二十大后的首虎 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董云虎的落马 不仅揭示了中国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决心 也展现了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与发展 从国际政治的纷争 到国内反腐的斗争 再到《乔报》报道的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 展现了社会的另一面 山东的电工王师傅 通过将自己的工作 拍成悬疑探案片而走红网络 被网友affectionately称为电工福尔摩斯 王师傅不仅解决了许多 令人头疼的电路问题 也用他的创意和热情为普通的工作 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的故事不仅仅是 关于一个电工的成长 更是关于如何用爱和智慧点亮 他人生活的灵感 这三个看似不相关的故事 实际上共同描绘了 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 还是在个人奋斗的小天地里 每个人都在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努力 俄罗斯维和部队的撤离 董云虎案件的曝光 以及王师傅的创意工作 都是这个时代变化的见证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国际争端 国内治理 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勇气 创新和责任感 都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命运的剁手 无论是在政治舞台上 斡旋和平 还是在反腐败斗争中 坚持正义 亦或是在平凡的工作中 寻找创新和乐趣 每个人的努力都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一份色彩 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 尽管挑战重重 但只要有勇气和智慧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在未来的日子里 让我们携手前行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中东的另一角落 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 已经持续了200天 这场战争 由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揭示了人类苦难的深渊 自从哈马斯武装分子 发动致命袭击以来 以色列发动了残酷的军事攻势 导致数千名平民死亡 包括超过14000名儿童 而加沙的基础设施 几乎被完全摧毁 这场冲突导致加沙 230万人口中 近85%的人流离失所 成为一场被批评者 称之为复仇战争的悲剧 在这场战争的背景下 加沙卫生部报告称 至少34183人死亡 77084人受伤 遇难者中约72%是妇女和儿童 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乌尔克 图尔克指出 加沙每10分钟就有一名儿童 被杀或受伤 此外 据加沙媒体办公室称 有7000人失踪 许多人推测死在废墟下 这些数字凸显了以色列 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势时 所使用的前所未有的暴力程度 与此同时 在乌克兰 一场不同的战争正在展开 而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也对其中的一些角色 进行了报道 去年 俄罗斯士兵弗拉德 在乘坐巴士 从乌克兰返回俄罗斯 进行战俘交换时 被一名自称为 俄罗斯志愿军团 指挥官的男子招募 加入了在乌克兰 并为乌克兰作战的队伍 对抗他们的祖国 这个故事展示了战争 如何迫使人们 做出艰难的选择 有时甚至是背叛自己的国家 在内地 一场不射击枪炮的战争 正在进行 这是一场 关于名誉和成信的战争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位 名叫李敏轩的 18岁美女网红 应在北京电影学院考试中作弊 被取消资格的事件 李敏轩因穿着 不符合规定的服装 并在考试中自曝姓名 而违反了考试规则 尽管他否认了 网传的在考场打人 骂人等行为 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致歉 但这件事 引发了公众对于诚信 和公平竞争的广泛讨论 这三个看似 毫不相关的故事 分别发生在战场 背叛和考场上 都揭示了人类 面对极端情况时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 无论是在加沙的战争 乌克兰的内战 还是在内地的考试作弊事件中 我们都看到了 人性的光辉和阴暗 以及在困境中 寻找希望和救赎的不懈努力 在东京赤板育苑的春日里 日本皇室举办了 令人期待的春季游园会 这一次 特别的是 爱子公主首次参加了这一盛会 她的出现 无疑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据《明报》报道 22岁的爱子公主 刚从东京学习院大学 日本与日本文学系毕业 现已成为日本红十字会的特约人员 穿着淡粉红色套装的她 优雅地微笑着回应宾客 对她新工作的祝贺 本次游园会邀请了 超过1400名宾客 包括日本演员 北大陆星野等各界 有公寄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自2019年 新冠疫情以来 首次不需要宾客 佩戴口罩出席的游园会 现场还提供了 三文质等小时 营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而在科技领域 中美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 经济日报报道 美国商务部 正在密切检视中国 从事开放 原始码RiskV芯片技术 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RiskV技术 因其开源 无需支付专利费用的特点 被中国科技巨头 如阿里巴巴所采用 成为中美先进芯片技术战略 竞争的新战线 美国国会议员 对此表示担忧 担心中国在RiskV技术上 取得主导地位 可能会牺牲 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 商务部在信中强调 将审慎行动 避免伤害参与RiskV技术 国际组织中的美国企业 同时也强调了 对潜在风险的评估和应对 在经济金融领域 经济日报 也报道了国家外汇管理局 在人民日报上的刊文 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需要积极防范外部 对中国的负面益出效应 守住金融安全的底线 文章提到 金融安全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 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 文章还强调了处理好利用外资和 安全审查的关系 完善外资 安全审查等机制 构筑第二道防线 以增强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 从皇室的春季游园会到科技领域的竞争 再到金融安全的防范 这些报道展现了日本和中国在不同领域的动态 反映了两国在文化 科技和经济金融方面的最新进展 无论是皇室的传统活动 还是科技和经济金融领域的竞争与合作 都是这个时代变化的一部分 展现了两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发展 在一个世界科技与地缘政治的波动 不断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从美国参议院通过元台法案 到科技在职场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 我们见证了一系列事件如何影响 国际关系和个人的日常生活 首先让我们转向 经济日报报道的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元台法案 这项法案不仅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 还包括对台湾的援助 以及要求TikTok与其中国母公司断开连结的条款 这一举措引发了中国国台办的强烈反对 他们敦促美方停职 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 声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法案中的印太安全补充法案 包含了81亿美元的资金 旨在通过外国军事融资等方式 加强台湾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 这一政策动向 无疑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时也反映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博弈 另一方面 经济日报还报道了科技 在职场所带来的压力 及其对员工工作和家庭满意度的影响 香港进会大学的研究 揭示了科技压力的双重性质 一方面 如过多工作等阻碍性压力 会增加家庭冲突 另一方面 如学习新软件等挑战性压力 则可能提升工作效率和成就感 科技应用使得工作与家庭界限模糊 而科技压力和加班所带来的负面情绪 可能削弱员工对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满意度 研究还指出 网络闲逛行为与技术培训不足 企业宽松的通讯技术 使用政策等因素有关 这两则报道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无论是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博弈 还是职场中的个人挑战 科技和政策的发展 都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在国家层面 美国通过圆台法案 试图在国际政治中塑造力量平衡 而中国则坚决反对 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个人层面 科技虽然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也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影响着员工的心理健康和家庭关系 这两个层面上的发展 都需要我们仔细思考和应对 无论是在制定国家政策 还是在管理职场环境时 都需要平衡利益 减少冲突 以寻求更加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